喜欢玉石的民众可以前往吉安浩克艺术村来参观一场 花东玉石新生命的故事各展 这是由玉石爱好者萧正龙 他将多年来在东部海岸河川所剪实的玉石 再加上精工设计装点 成了丰富多元的展示作品 独特的展览也值得您前往参观欣赏 花东玉石珍贵又美丽 但如果运用精工技巧加上创意巧思 纯粹的玉石又可以增添更精彩的生命 玉石收藏家萧正龙 将多年来在东部海岸和河川剪实的玉石 加上精工设计装点 成就了花东玉石新生命的故事各展 针对我们当地的本土的一些普通的石头 我们让它电石曾经变成一些工艺品 然后好不好请大家鉴赏 我本身是以前早期是做设计师 所以说是有一点间接地把我的专长 花挥在我们花兜的石头上 所以创造了一些石头的工艺品 各种自然材质都有 比方说漂流木 树根等等 甚至可以看得到这些作品 就可以看得到大概是怎么样呈现出来 因为最开始一开始我是想用石头去做国画 不是用毛笔画国画 是用石头做国画 所以早期就甚至还要做吊桥 高山流水这样子 然后慢慢慢慢把它精简一下 等一下就可以看得到 精简之下的一个 这个意思表现出了山山水水的 美术的中国文化的工艺品的感觉 肖正龙的妻子也跟随丈夫一起创作 女性的思维更加细腻与梦幻 作品的风格截然不同 在这次展览中 可以看到肖正龙澎湃壮丽的玉石设计 也可以看到他妻子可爱精巧的作品 欢迎民众可以前往吉安浩克艺术村 参观这一档非常不一样的英文展览 谢谢陆慧 既然相报道